2015年11月 法国巴黎多地发生连环恐怖袭击 造成数百人死伤 这起恐袭被媒体称作法国版911 当地时间29号 法国一家法院对巴黎恐袭案嫌疑人宣判 所有20名被告均被判有罪 唯一存活的恐怖袭击直接实施者 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 被判犯下恐怖主义罪行和谋杀罪 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可减刑 阿卜杜勒·萨拉姆现年32岁 法国公民 是唯一存活的巴黎恐怖袭击直接实施者 这起案件被告总及20人 6人屈膝审理 他们是在叙利亚作战的极端武装人员 其中5人据信已经毙命 阿卜杜勒·萨拉姆 是唯一受到谋杀罪名指控的嫌疑人 其他人的罪名包括提供武器 帮助策划袭击等 路透社报道说 这是一次与众不同的审判 除了整个审讯过程长达10个月外 审讯还花费了大量时间 让受害者详细作证 2015年11月14号晚 巴黎多地发生灵魂恐怖袭击 遇袭地点包括法兰西体育场 巴塔克兰剧院以及多个街区 这场连环袭击导致130人遇害 300多人受伤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制造了这次恐袭 这次恐袭击导致 巴黎多地发生灵魂恐怖袭击导致